好的 投资事情朋友大家好啊 我们今天的首先来讲 我们还是 请了两位这个我们常住的这个嘉宾啊 一个是王老师继续跟我们讲这个 关于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啊 我把这个 另外一个呢我们请伊万老师呢 来跟我们讲一下 在目前市场的这个前提下推荐 开始发言之前 那我们首先来讲啊 用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啊 我们来稍稍谈一下美股和近期的这个 跟投资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啊 本周的主要的经济数据呢 一个是发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贺皮书 另外一个在昨天发布了这个PMI 另外从公司的进这个盈利情况呢 我们呃本周呢这个重要的一些财报季呢 就算正式的进入到的一个呃 开始一些主流公司啊开始进行财报 本周呢呃开开始阶段了 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呢 美国的几个大的一个金融公司啊 包括JP Morgan啊 Googleman Sachs啊都进行了财报 呃可以说是喜忧参办吧 银行股里头的这个 呃JP Morgan 呃超出一期啊 但是Governsarch似乎的这个业绩 不太令人满意 到了昨天开始的一些科技股 特斯拉在昨天进行的财报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这个都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我们的延续在最近几周 针对这个美股大盘的一个形势判断 我们继续沿用的这么三个 一个是宏观经济数据 一个是公司盈利 也就是财报记 以及公司相关的一些重要人事调整 或者是收购案等等 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黑田鹅事件 有没有黑田鹅事件发生 那随着本周财报记的 这个银行股的一些比较令人 应该这么说 不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些业绩表现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待的 就是说银行危机暂时已经过去 在我们上周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给大家的一个警示 就是说 现在目前呢 美国的这个银行业的这个危机 是不是已经从美国的主要银行 转向了一些影子银行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更大的一些爆料的新闻 最后一点呢 关于资金的走向 本周没有什么重要的一些 这个资金走向方面的一些消息 那我们下面呢 来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首先呢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周四的大盘的情况 过去两周的这个无聊行情 是不是即将结束 横向整理 变盘在即 这个是目前的 华尔街的一些 一些很多的一些金融机构 包括油管博主 不断在谈论这个话题 但他们说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美股大盘呢 可以这么说走的是四平八稳 在等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下一阶段来讲 那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五月份的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 这个决议 再一点呢 我们可以关注的 有一些方面的就是随着 这个地方打错了一个字 就是我等会儿要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我们以标普五百来为例 标普五百在4100到4200这个区间 震荡了有一段时间了 也就是一个比较无聊的行情 但是这种行情还会继续吗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首先来讲这个左上角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标普五百啊 在过去的将近20年的时间啊 出现一些重大危机的时候 出现的一些信号 这个大家要 因为今天我的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在这里 过多的去解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张图啊 叫Real Price of S&P 就是跟他的dividend的这个关系啊 dividend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 在什么样的一个地址的时候 是比较安全的 关于标普五百呢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展示的 右边这两张图 一个呢是SPX的这个 Open Interest by Strike 大家关注一下这三个点 一个是4100点 4150点以及4200点 大家关注一下 现在今天的收盘呢 还是在4150点附近啊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 大家关系一下 这个是说 在这三个位置 4100点 4150点和4200点 它的β值都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 下一个阶段 有可能在 不管是上升 由于上 由于这个 比如说下收的 大科技财报 出现一些 良好的一些消息 如果大牌往上走的时候 超过4200点 β值加大 震荡会加剧 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消息 跌落到4100点以下的时候 β值也会起作用 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近期的 华尔街的一些机构的 在即将到期的期权 已经放弃了他的对冲 这些都是通过数据来 来这个给大家做一些 简单的判断啊 另外还有一个 我也是本人比较关注的 一个指数啊 就是VIX 就是风险指数啊 大家关注一下 风险指数在目前阶段 我把这个表格挪开啊 大家快一下 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是 风险指数的限值和 未来三月期权的 期权这个 这个VIX指数的差额 每当这个差额 高于5的时候 有这个点 这个是2021年的 1月份 这个是2022年的 8月份 以及2021年的4月份 还有这个是2022年的 这个12月份 10月底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点 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所出的这个点 VIX的风险指数 现在目前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非常的低 但是来讲呢 跟三个月之后的 VIX指数的这个 期权指数 差距已经高达了 5以上 所以在这个点的时候 美股往往会出现 比较大的一个震动啊 这就是为什么 本周我设的这个标题 就是说 无聊行情 是不是即将结束 美股将选择一个方向 但选择方向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数据 来来决定啊 就是华尔街的这些机构 到底会把资金放到哪里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啊 这个等一下 请王总来给大家分析一样啊 我这里的这四张图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时候下载我这个 这个讲稿的这个PPT啊 一个是美债的这个 时间时间期的美债啊 大家看到从低点的时候 又开始往上拔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 失业金的申请人数啊 在这个4月15号 报道这个美国的 首申请失业金人数 24.5万啊 预计超过了预期值到24万 4月8号当周呢 连续失 连续领失业金的人数 达到了186.5万啊 也是高预期 所以来讲呢 这些数字表明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就业市场有所减弱 但是今天的PMI 又给了这个 华尔街一些更多的一些担忧啊 就是说 今天的PMI 是过去几个月里头 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显示有好转的 这么一个 数字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超过预期值啊 但是当美国经济超过预期值的时候 往往是来讲 是能给美国的很多企业 带来更多的收益 但目前阶段 我们即将面临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是 5月份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 加息的这个会议局 所以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出现这样的一个 经济好像又开始 放 又开始有 有缓啊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衰退论啊 在最近这来讲 似乎来讲 最近很多的消息就非常混杂 有的时候给你的方向 在下一周好像又失效了 所以来讲 大家来讲就是 请注意一下啊 最近的很多的一些 这个财经数据的走向 最主要的会影响的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刚才关注的 这三个点啊 就是一个是 宏观经济数据 另外一个是公司的盈利情况 再一个会不会走 带来一些黑天鹅事件 在目前来讲 5月份加息计划的可能性 加0.25的这个可能性啊 现在目前还是超过50%的 下一步呢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 我最后的就给大家提 提示一下啊 如果做个股观察方面 大家可以关注这么几大类型的股票 以由此也可以判断啊 美股大盘的一个走向 一个是抗风险类的股票 今天PNG进行了财报 PNG为什么我在这里做推荐呢 PNG对很多朋友来讲啊 就是大家都认为是一个 比较无聊的股票啊 因为它的波动性非常之小 但它的股息分红是 它占它的利润的60% PNG今天进行啊 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报啊 但是来讲 所有的销售业绩等等都在下降 但为什么PNG能够维持 现在在股市上 还有个比较好的表现呢 就是因为它的提价 这就这种类型的股票呢 往往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啊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抗风险的 这么一个作用 银行股大家要关注的就是 两极分化 下一步最重要的对美股大盘的影响 应该是大科技股 下周的苹果等等一系列的大科技 将进行财报 本周的特斯拉已经是 由于这个最近的过度的 这个降价啊 影响了它的利润 以及销售额的这个 它为了这个保持 现在目前这个销售额的发展 而不得不失 不得不去牺牲一些啊 它的利润 但是股市的反应 现在非常的不好啊 特斯拉大家知道 昨天跌了将近百分之十 但这个时候 是不是该抄底了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 我觉得来讲 现在目前啊 百分之五十几率 建一点小仓 还是没有什么大保余的 那今天来讲呢 我就讲这么多 然后呢 我在刚刚那个准备这个直播之前啊 也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美国这个四月份的这个房产销售的业绩啊 又出现了一波下跌 正好呢 那个伊华老师啊 是也是我们的请来的这个地产方面投资的这个专家啊 下面呢 我们就想请这个伊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阶段啊 偏熊市的这么一个阶段 应该采购什么样的物业 好 那现在我把这个话筒交给伊华老师 对不对的老师 我刚刚呢 有一个有一个邮件要发一下 马上可能大概几秒钟啊 稍等片刻 那个 刚刚对不对的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市场下跌是吧 有没有可能在市场跌也好 不跌也好 你选的项目都能够一直赚钱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啊 对 我这个把这个 这个邮件是刚刚人家打电话给我 让我马上发过去 所以我就 把这个发一下就好啊 应该就好 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 QBT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万没声音 一万二世纪的话筒那个关闭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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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可以了 好 现在可以了 嗯 行 我来share一下这个PPT啊 对 刚刚不是 对不对的老师说 对不对的老师说 这个 在现在这个市场下跌是吧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项目 我今天想分享的 推荐大家买 三点项目 这三点项目是不是说 在什么样的市场情况下 你都能够做到 稳赚不赔 这个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哎 对不起 我怎么这个 就是等一会儿我们 讲税务的那个PPT啊 到底我们应该购买什么样的项目呢 这个是我们一起探讨的 好 现在这个PPT是对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专题就说 我们应该购买什么类型的物业 这个来说呢 主要是看看 你是不是能够做到 无论市场上下 你都能够做到稳赚不赔 是用这个作为标准来判断 你应该购买什么类型的物业 是不是说你个人的喜好 你是喜欢工艺 还是喜欢这个独立屋 还是喜欢其他类型的物业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以稳赚不赔 无论现在这样的一个 不太稳定的这个市场 这种环境 还是哪一个环境 我们探讨三类物业 大家是不是能够做到稳赚不赔 我在分享之前啊 这个标题没改啊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今天这个消息啊 美国知名的地产公司 就叫Brookfield 违约1.6亿美元的这个债务 他们这个拖欠 12栋办公楼的共1.6亿美元 是这个贷款公司 CMBS贷款公司 在此之前呢 他们也因为洛杉矶的两栋大楼 也是有相关债务的违约的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 硅谷银行发生危机以后 多家华尔街机构 这个紧锣密鼓的警告大家 美国的商业地产 可能就是下一个雷 那在这种 这种市场动荡 不安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应该 如果还投资房地产 我们投资了哪些物业呢 好 这是 我想先分享 三类不同的 这个集团类型的盈利模式 这个呢 可能我们都很常见 楼花 因为楼花也有它的优点 独立屋也有它的优点 办公楼 当然也有它的这个优势 我们来看 这三类盈利的模式 楼花它有什么优势呢 因为你是一个杠杆时间呢 通常都是一年三年 甚至五年以后 你才能够成交 在这期间 你只需要支付 整价值的5%到20%的 这种定金 在成交之前 你才需要购买这个物业 尤其是对这个海外买家 对吧 现在你没有身份 在加拿大买不上 不能买 那你可以用这个楼花的方式 来先锁定这个房价 锁定这个住房 锁定这个位置 你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你再购买 所以也备受一部分人 这个喜爱 当然了 这操作也相对简单 只要交个定金 就完事了 签个活层 就没有任务了 只要只等到 成交房子就好了 但是呢 它的盈利模式呢 是什么呢 它接受市场价格拨动 大家认为我是价格锁定的 其实当这个市场拨动的时候 发展商有权利 要求你补这个价格 这种案例 大家也看的比较多 像多能多的呀 这个大型的房屋 像我在视频里也有分享 2016年交了30万定金 到了2021年 发展商这个烂尾楼嘛 要么你每一尺加500 要么就退出定金 没有利息 这个风险 包括我们在温哥华的57届 在堪比这个 定金都交了 过了两年以后 发展商不盖了 那这个时候定金还给你 你两年的利息也没有 是吧 你丧失的不仅仅是这个利息 你还丧失的一个机会成本呢 所以对这个房屋的质量的 这个控制啊 甚至延期 交房啊 这个都有一些没法控制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朋友成交的这个房屋 结果呢 在这个客厅的大窗子 有一个千年古术 在这个呢 是没有预计到的 成交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挡了他客厅的这个阳光 比方说还有发展商 限制你能不能成交啊 就能不能转让 这个转让费多高啊 这些的都有一个限制 所以对楼花来说 它的盈利 你要么就转让 赚个差价 对吧 增值 你转让 你都套个差价嘛 那除非 你再等到增值 那么这个盈利的特点呢 就是什么呢 你要靠市场啊 你要赚一个差价呀 所以楼花的盈利模式 就是靠市场赚差价 我们把楼花的这个 十大缺点 我们今天没有全部跟大家列 但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 很容易 也就是市场上了 你就赚 市场不上 你也就不赚 赚也就是赚个差价 单一的一个盈利 好 那么第二个盈利方式呢 独立屋 我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独立屋 因为它是有土地 土地 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生殖的有空间 那房屋的增值 主要看你在哪个位置 位置好 当然甚至土地的生殖空间大 也有人为操作的空间 那当然 你相对的吸引的资金 需要的资金量 就大大一点了 维护的成本 也会高一些 煮草啦 铲血啦 维修啦 管理的细节也会多一些 那么 独立屋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增加资金很有限 也就那么多资金 增值套现 那因为你资金很有限 你增值也只能是 多数情况下 还得自己攻防 那土地是不是转用途呢 也只能靠政策 是吧 翻新加盖 都只能是政策 允许你做 你就做 不允许你做 你不能做 土地能不能转账 也只能看城市的规划方案 到底你增加多少租金 政府也有限制 你的操作的空间是有限的 当然这笔楼宽要好很多 至少有土地吧 可以转用头啊 可以申请 是否能够翻新和加盖 这个盈利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显然 它盈利的来源要多一些 那这种盈利的特点是什么呢 靠市场 靠政策 我们所做的也很有限 第三种 这种投资的盈利模式 办公大楼 我们早期啊 有一个误会 我们认为呢 购买办公大楼 很自豪 有一栋大楼是吧 看得见 摸得着 有一栋大楼 可是呢 大楼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栋大楼 对吧 看起来还比较漂亮吧 位置也是超级的好 这是我2009年购买的 当时购买的是265万 猜猜看 今天 当时购买265万 租金是30万 猜猜看 这么多年 过起了2009 到今天 这栋大楼值多少钱呢 这栋大楼让我赚了多少钱呢 有没有人愿意猜猜看呢 看起来这栋大楼很漂亮 你位置也是超级的好嘛 旁边就是Pine Center 是超级大的这个墓 Safeway啊 Warmart啊 这种大的墓都在旁边 对面就是Starbucks啊 Subway啊 都是在这种 国际大的这个商店的旁边嘛 也在Nanji-Safeway的这个 这个路的旁边 所以位置呢 都是不用说的 超级好的位置 重点是 这种商业大楼怎么隐秘呢 原来我购买的是 2009年购买的时候 租金是30万 在旁边 大家看到 这叫Safe Store 那个时候呢 是Safeway Army 就是大家知道的旧式军 旧式军的租金 因为这是一万尺嘛 一个月的租金是一万五 别人给Safeway Army 给旧式军啊 捐了一栋楼 所以呢 他就搬走了 搬走了以后呢 花了我三年 才找到了一个租客 现在是BC Players 也是National Clients 也是国际租客啊 可是呢 我的租金只有9000 比以前呢 还少了6000 再往旁边呢 一楼这个呢 是9000尺 是租个呢 Canadian Blood Donor 这是政府 租客嘛 原来是9000 现在我租的是5000 因为 政府的budget没有了呀 政府的预算没有了 以后怎么办 他们搬走了 赔了我们 本来要赔我们8万 租业没到期嘛 给我们协商 赔了我们5万 他搬走了 那么我们又找了租客 找了租客 现在的租金 也比以前少 那其他的楼上 和旁边的呢 租客呢 楼上有换租客 旁边的租客没换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十几年过去了 当你的租金 降了 没涨 咱们怎么赚钱呢 当然 商业物业的租客 他自己会把院子啊 都会搞得很漂亮 对吧 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因为他为了做生意嘛 不会乱七八糟 都会搞得很干净 整洁 但是 如果租金 没有 如果租金 降了 这个物业 没有办法升值 虽然说 土地升值了 但是 银行不给你贷款呢 你不卖 你就没有钱 所以这个物业 我们持有十几年来 只做了一次 refinance 做了一次抵押 只抵押 多出来五十万 这是商业大楼的 他的盈利模式 租金不涨 没有 没法盈利 所以我有两个 这样的 plaza 经过企业的经验教训 咱们坚决不买 这种plaza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投资的这个经验 所以办公大楼的盈利 就是 租金不涨 你怎么盈利 转用途也是靠政策呀 怎么套现呢 只能靠租金涨了 你才有足够的租金 去支撑 那个转用途 如果租金不涨 银行也不给你贷款呢 因为我们商业务也都是靠租金给你贷款嘛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啊 这个 Blackstone在他那个 曼哈顿的这个八等优质大楼 半公大楼 为什么要卖掉的原因 大家知道 他们现在投资的方向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查一下 都在 主要的是在仓储 Mobile Home Park 在这两个方向比较多 他们连那个 Apple Beauty 减持 当然 半公大楼 他们主要减持的比较多 在加拿大也是一样的 Hollyburn 过去他都是 大楼都不卖的 在2021年 他是一次性的 卖了五栋 这个当时各大媒体都有报告 报道这个 他们有史以来这么多年来 卖这些大楼啊 所以刚刚说 半公大楼的营地 你涨租金 你涨他就走了呀 别说你不涨他都会走 因为比方说 刚刚说的 看到前面的这个新闻 这个Brookfield 这些大楼 租金没有了 他就违约啊 因为供不起啊 但包括香港啊 这个李嘉诚 帮他半公大楼 卖给谢瑞琳 是吧 香港李嘉诚 卖了赚了钱 谢瑞琳 最后还不起 进监狱啊 也说到这啊 其实半公大楼 确实有很大的风险 当你这个 比方说现在Covid的期间 他搬走了呀 我另外一栋大楼 对吧 这个太空道 从我买到Covid的期间 一直都很稳定 每月租金五千块 完全没有问题 Covid的期间 他不能交了呀 他不能交太空道了 怎么办 他跟我协商 我一个月出七百五 你出 你收还是不收 因为出七百五干什么呢 他要把他的设备啊 什么东西 储藏在那里 如果你不储藏 刚好他是2021年三月份 租约到期嘛 这个时候 七百五 你收就收 不收 他就搬走了 我们就收了 到今年 才恢复 原本周金是五千 今天 今年跟我们讨论的周金 是四千 你租还是不租 对吧 你租金租了呀 因为现在的学生 也比一千少嘛 他交太空道啊 就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说 我们买办公大楼 你对这种盈利模式 你仔细琢磨一下 怎么样盈利 好 这是我想跟大家 前面再说 推荐哪些 购买物业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花 我自己反正不买 办公大楼 我也不会再买了 对吧 独立屋 我们是从独立屋起家的嘛 买了那么独立屋 从2006年开始 也不再买了 也不是说 你不能赚钱 只是说 方式不一样 对吧 有风险 这是我们 YouTube的一些 这个免费讲座 大家可以参考 好 接下来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推荐哪三内物业 这三内物业呢 大家一定赚钱 可能大家会想说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市场这么动荡不安 为什么这三内物业一定赚钱呢 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一定赚钱 第一类物业 需要装修的物业啊 比方说现在这个市场 为什么说你装修 就一定能够赚钱呢 我们先跟大家一个案例吧 这是我在列治文的一个townhouse 这是装修之后的样子 大家看到我在没装修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没有留 这个底片 就是它不好的那个照片 大家看到装修以后 我们之前没装修之前 这个楼头冰箱是黄色 我们换成了新的了 大家看到这有一块镜子是吧 这个地方 这可不是窗子啊 因为这是 因为是townhouse 对面是人家的墙 大家共享这边墙 那我们就装了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就在上面安得有灯 好像是窗子 好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是吧 好像是窗子 这个呢 大家看到好像是一个什么 事实上也是一面镜子 这个地方也不是墙 因为是在墙上 安的镜子和灯光 安的玻璃好像是吧台 好 原本呢 这个原本是木头柱子啊 是楼梯 我们放成是玻璃 简单说 原本是两间房 一个厕所 我们稍稍的改动 成为四间房 两个厕所 为什么呢 长话胆说吧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结构 如果非常简易的能做的话 你不要改动它的结构 你只是调整 比方说 我们怎么把它改成四间房的呢 首先 它一间老式的那个townhouse 这是它以前的样子 看起来很难看 这是 以前的样子 以前的样子 那我们是把它 两个卧室改成四个卧室 比方说它原来的 其中的一个带阳台的卧室 是放在两个老式的大的洗衣机干衣机 那我们就把这个洗衣机干衣机拿走 换成一个stacker的上下 那么这个就成了一个带阳台的房间 那么另外一个房间 它原来是个storage 只有60尺 我们给它一庄室 包括也是镜子啊 格调啊 一庄室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房间 那一楼呢 本来没有厕所 那么因为正好它那个厕所 从楼上下来的那个下水道 是个closet 我们就把它放成一个洗手间 那就成了四房两位 所以我们购买的是18万 我们大概花了一万多装修 我们卖的是27万9 就写错了啊 卖的是27万9 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大家隐秘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市场 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市场 是因为你强制它增值 它价值直接就拉高 这是我们另外一栋房子啊 是 这也是我们在温哥华 原来做的一栋 地下室原来只是一房 我们把它改成四房 这个我们是在四个月 我们是38万5买的 四个月之后就卖出了50万07千 利润也是12万 前面一栋 当时我们卖27万6 是它整栋房 整栋大楼的 卖的最贵的一个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营丽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们还没有收到吗 对我那个邮件里面所有收到的 嗯 好 嗯 好奇怪呀 为什么你会没收到呢 那这样啊 我一会儿我先讲完课啊 好吧 马上就好 这是温哥华的这个房子来说 地下室是一室改成了四室 那当然原来只有四个房间 楼上三间嘛 现在就变成了七个房间 那肯定不一样是吧 卖给了这个homestay 做homestay的 做这个学生homestay 所以像这种 大家移密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因为市场多好多不好 是因为你把这个房子 强制它增值 你让它增值了 所以说你让它 因为你把它 地下室原来只有一间嘛 你可能 八百块 一千块一间 今天你变成了四个房间 你就多了两千多块钱 一年多了三万块 那当然这个价值就增加了 三十万四十万 自然你的利润也自动拉高了 今天这种市场 大家能不能这么做呢 当然可以 我接下来的一期视频 也就是讲到 一个一个案例啊 下周咱们做的一期视频 就是讲到这一位 一位开炸鸡店的大妈 因为拿了这个策略了以后 就干了这一件事 贝斯们没有装修的 需要装修的房 你在做 当然这里有些小技巧 不要搞结构 搞地基 搞框架的这种装修 只是 对吧 那个 软装 而不是 就像刚刚刚给大家说 镜子啦 楼梯啦 这种软装 而不是结构上去装修啊 这种呢 你的盈利是一定的 因为你把这个本身的价值 拉高了 好 这是 这个图片啊 原本的它的框架是这样子 装修完了以后 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不一样啊 你自然把价值拉高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有稳定现金流的物业 有稳定的现金流 那不管今天的市场好还是不好 只要你有稳定的现金流 只要你的 赚的钱 比你那个利息要高 比通货膨胀利要高 那当然 你一定赚钱啊 无论今天的市场 还是明天的市场 还是什么样的市场 你都可以赚钱 比方说像这种公益大楼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公益大楼 在加拿大的话 政府给你的贷款都比较低 现在都可以贷到三点多 因为那是政府鼓励的 鼓励的这个贷款啊 而且贷款金额也会比较高 好 这是第二类物业 第二类物业 大家都比较熟悉 在这公益大楼嘛 有稳定的现金流 有稳定的现金流 只要你的现金流 比你的 所有的费用去掉了以后 还有高的话 那你一定是赚钱的 因为我们的成本是锁定的 购买成本锁定了 因为你买的是100万还是500万锁定的 你的贷款的利息 你也可以锁定的 你锁五年还是锁十年也是锁定的 你的收入是年复一年 每年增加的 那当然你可以稳赚不赔了 第三类物业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不仅有稳定的现金流 还能够有快速的增值 如果你拿到这样一类物业的话 自然你赚钱是肯定的 而且还会赚得比较快 这一类物业呢 我用这个一栋房屋园区 跟大家做这个例子 什么叫一栋房屋园区呢 也就是这个每一栋房屋 都是预置房 事先已经做好了 拉到这个地上来 从地上的水电 呼吸 那么一栋房屋园区呢 这个园区的屋主 和土地的地主 产权是分开的 租客拥有房子 园区的地主拥有土地 这个房主要向地主交租金 那作为我们投资来说呢 我们是地主 我们是地主 所以说这一类的租金 是超级的稳定 因为租客有房子在地上啊 他没有办法说 我把房子不要了 租金是个小金 三千块 三百块 五百块的问题 房子是三万块 五万块 十万块 二十万的问题 当然他不会因为欠三百块 五百块 而不要他这个房子了 大家说房子我也可以搬走啊 你可以搬走 但是在加拿大来 你也有四个permit 才能搬走啊 四个许可站搬走 搬走的费用也得几万啊 通常都不会搬走 所以这是超级的稳定的现金流 那有没有办法快速快速的增值呢 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案例 好不好啊 好 这个房屋呢 这个园区我们是六十五个单位 有九个空位 月租五百七十五 能不能够快速赚一百万呢 因为有九个空位 我就可以把九个空位填满 搬九个房子来 或者登广告叫别人搬 我们买的时候呢 有十个空位 去年呢 别人搬了一个进来 那么今年呢 我们打算呢 自己搬一些房子进来 那当然大家可能说 你自己搬房进来 是不是也要钱呢 当然要钱呢 是吧 那当然也可以从银行贷款 搬那些房子啊 如果我把这九个空位填满了 搬九个房子进来 是不是年租金就增加了六万块 一个月 一个是五百七十五嘛 是吧 简单算 十个就是五百 五千七百五十 一年的租金就有六万多 简单说就是六万块 六万块的租金 你要存多少钱存在银行 才能赚六万呢 由目前的情况来说 你存一百万 也赚不到六万块 对吧 如果你一年能赚六万块的话 就等同于 你 有一百万存在银行 也就是说你的价值 增加了一百万 大家可能说 你还要花 九个买房子的钱呢 对的 如果九个我买房子的钱 我租出去 房子是我的嘛 我租金可能就是一千多了 那可能就不是五百七十五 问题是 我把房子拉来了以后 我要把房子卖掉 我卖掉房子 卖掉房子 之前咱们就 不在这计算赚钱 只是说 把这九个位置填满 价值就增加了一百万 那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那就要看我的决心有多大 看我手上的流动资金有多少 手上有流动资金 我动作快一点 可能三个月 就把这一百万的价值实现了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 我们把这个简单整结一下 简单整结一下 就是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不是靠市场 今天的这个市场 大家一定会做 当然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也有规模的教育 也有心理流 能够快速的这个增值 当然这样的话 你自然 这三类物业 无论市场如何 只要你按照 有这样的方法来操作 你一定是赚钱的 就刚刚跟大家说的 你选择的是 需要你去强制增值的房子 你只要强制一增值 比方说我们列治文那个汤口 我们也是花了一万多 两个月 对吧 因为它面积也就一千多尺 两个月赚了十万块 第二个独立屋 也是花了两万多 赚了十二万 那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 最后的这一个 我们还没有实现 因为这是我们今年 要准备做的这个事情 如果说你选择 这样的三类物业 我敢保证你一定赚钱 因为 对吧 你选择的是大象 不是蚂蚁 你选择的本来就是赚钱的 因为这个赚钱 是在你的手上控制的 你想干就赚了 你不想干就没赚 比方说那个装修 你想干 当然你就赚了 你不想干就不赚了 不是市场来操纵的 是我们自己来操纵的 所以说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正确的项目 项目 盈利是必然的 项目显对了 一定是盈利的 好的 那也感谢各位朋友 一起来探讨 这个财富投资 那我们一起 共建 共创 共享 共赢 也谢谢 对不起 谢谢 好的 好的 好 感谢伊万老师 那个现在 我知道伊万老师 等下还有别的课程 其实这里有几个 简单的问题 其中一个呢 是关于这个 就是楼花 如果交房时 适当价低迷的时候 是否可以要求降价 另外其他三个问题的 都是关于这个改装 部分需要 是不是如何申请 permit的问题 伊万老师 简单的 用几句话 来简单的 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 刚刚讲的那个 第一个问题 那个刚刚关那个音乐 第一个问题 是讲那个楼花 是吧 嗯 就是市场低迷的时候 是否可以要求降价 很遗憾 这个操纵权在 发展商手里 不在我们手里 我们恐怕 只有任人宰割的 这个权利的义务 现在 目前的政策啊 是我们消费者 在这一块 得不到保护 至少在加拿大 是这样子的 对 第二个问题 大家讲的是 这个permit 确实 我们刚刚 为什么跟大家说 不要搞结构 搞框架 搞这些 这个装修 如果你想把这个 这拆掉 那拆掉 我今天没跟大家分享这个 错误的装修 这个很多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定不要搞这种 判架 结构 地基 这种装修 因为这种装修 不仅要permit 还惨重代价 因为我在 可亏兰的这个房子 就是要装修 地基 花的钱 15万 花了 两年时间 因为就是各种permit 因为你把地基搞了嘛 你要把电的permit 水的permit 各种permit 如果我仅仅是 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我在墙上 按一面镜子 不要permit 我墙上按一面镜子 像一个窗子一样 我在墙上按一面镜子 像一个吧台一样 我把那个楼梯 原来是各种各种的木头栏杆 我换成镜子 没有问题 这个呢 是你可以 一定不能搞那个结构 框架 地基 那种大的那种装修 你permit 都要等很久时间 再次谢谢伊万老师的分享 总结一下 我也以前听过伊万老师 这个创业地产的课程 就是大家要关注 自己投资的现金流 现金流汇报 好 因为伊万老师 等一下还有别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 请伊万老师来系统 跟我们来讲 这个创业地产课程 好 谢谢伊万老师 好 谢谢伊万老师 好的 把这重要的时间交给王老师 现在呢 我分享一张图 王老师 你这边也看到了吧 这个是加元和美元 最近一个月的 这个汇率的这个变化 非常巧合的是 王老师 您看到吗 这个汇率 看到了 看到了 然后呢 我在这里也给大家顺 顺带讲一下 我本周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知道 前一段时间 我买入了这个 有一家这个稀土公司的 一个 一个期权 我已经在上周 把它进行了 这个指引 大家也看到 非常非常巧合 为什么说 加元是这个大宗商品的 这种 这种属性的这种货币呢 大家看一下 从自打加元开始下降起 这只股票现在已经跌破了 我当初的买入价 但是来讲 所以有时候来讲 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多注意板块 尤其在板块 轮动和资金上 多 多关注 这样子呢 你可以选定自己的投资标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请这个 王老师来给我们继续 关于这个 一级市场投资的这个话题 好 这个 这一周 可以说是 波兰不惊 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影响全球 金融资本市场的这个 高出想象的事件 上周 人们还这个担心 大通 那个 摩根 摩根大通 黄金空仓 会不会出重大问题 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降价了 黄金 已经是 在高位 往下走 所以这些 这里边的 这个深刻的逻辑啊 大家 关注这方面的 这个市场的变化 看它在 是什么因素 在这里边起作用 逐渐逐渐会找到感觉 这个 咱们 几次讲过了 自从这个 G7 可以这个 互换货币 这个法规 出来之后 这个条约 出来之后 头部银行 不可能再到 不可能再出问题了 因为 头部银行 能得到 这个 几乎是 无限量的弹药 就是货币 也就是 说白了 就是获得美元 对 因为全球的市场 它基本上 86% 这个 交易的 这个货币 是以美元 来定价的 你甭管任何一个国家 它自己的 本身的 经济危机 发生了 只要有充足的美元 低成本的 这个能融到美元 而不是靠贸易 积累的美元 都能度过难关 这是一个 基本规律 所谓低成本呢 就是 比较直接 虽然用本币 与美元互换 可能会损失一些 价值 可能在账面上 暂时是 亏损的 但是也没关系 它能避险 这一点呢 大家都 已经通过 这一个时期 两周来吧 这个 中小银行倒闭 瑞信 这个 被收购 包括 德银 德银也是 有一段时间 风险很大 你看现在不说了吧 不用说了 因为 德银 这个 扭转局面 只要 这个 欧元 欧洲央行 和美国 美联储 一纸协议 就解决问题 所以通过这些 大家 能够得 能够很 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 风险不大了 接下来呢 是否加息 现在炒得还挺凶 这个认为 还要加一 一次息的 超过了 刚才戴卫讲 超过了 百分之五十 从 舆论上来讲 超过了 百分之五十 如果 下一期 再加息 那就是 5.25 到 5.5 之间 5到 5.5 之间 因为他 这个 这个利息 他管的面 比较宽泛 不仅仅是 美国国债 还包括 这个 以国债 抵押的 这个 贷款利率 国债 就等于 美国的 这个 美联储 要求交的 保证金 存款 准备金 这准备金 这个利率提高 它的 还是那个道理 杠杆率降低 资金成本 提高 所以 按 目前情况 看 这个 我判断 可能有点 太武断了 我判断 不会再加息了 这个 而且要逐渐 向宽松 因为从 很多方面 从美国 本身的 失业率 从这个 CPI指数的 实际情况 应该算 从统计上来看 应该是 这个 趋好 这个 当然 从 我说的是 统计上 如果 再换一种 算法 那有可能 就不好 为什么 这个 现在的 好的方向 是不同的算法 得出的结论呢 这就说明 从美联储 从财政部 本身 他们实际是 趋向于 不加息了 要 要 这个 缓解 目前的 这个 整个 货币 短缺 现在实际就是 美元货币短缺 周一 上周一 周日 周一 有消息说 这个 香港的 这个 金管局 都与 美联储 进行了 货币互换 这个 David读报 那时候 也读到过 但是 从总的 金额上来讲 不算太高 五六百亿 美元 从这一点上 来看 就是 做空机构 来 想 做空 港币 连这个 美联储的 出手 出手支持 都可以进行 货币互换 跟港币 货币互换 就等于是 因为港币 是和美元 连紧利率 7.8 港币 上下 浮动 这个 0.5 港币 这个 紧密挂钩的 所以他 这个 所谓抵押 就等于 你美联储 把这个 美元拿来 香港金管局 直接 这个 等于 稳定 稳定港币了 而港币的 发行呢 是各银行 发行 这个 三大 发钞行 这个 汇丰 扎打 和中国银行 三大 发钞行 他的理论 就是把 你存有的 美元 存到 金管局 存到 存了多少 美元 成7.8 发行多少 港币 而金管局 出面 来稳定 港币 说明 这个 三大 发钞行 美元 短缺 他 他 这个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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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 在这个 按照抵押 来发钞了 造成 这个 香港的 这个 等于是 因为香港 它是自由港 你 资金 进入到 香港之后 你可以 调成 任何一种货币 在这里边呢 有可能是 大量的 离岸人币 在香港 这个 调成了 任何一种货币 把任何一种货币 不是留在香港 而是 汇出了 无形中呢 这是 做 做空港币 当然还有 这个 做空港币的 这个 最直接的手法 用美元 找这些 发钞行 抵押 借款 港币 然后把港币 换成美元 或者英镑 汇走 或者是 在市场 抛出 就是 这是一个 做空的 一般的手法 从 这一轮看 是在 稳定 稳定 这个货币 不至于 让它 这个 就是 像 打破 连锦汇率 这个方向 发展 五六百亿美元 对于香港来讲 不算太多 这个 它的 香港的 每天的 资金流动量 远远超过 这个数 所以 从 整个 从欧洲 转到香港 到这个 美国的市场 总的趋势 从这几种 迹象看 总的趋势 是趋缓的 这个趋缓呢 首先 这个银行的 破产 破产的可能性 在逐步降低 风险在减少 所以说 这个 从这些 实际发生的情况 可以做出 初步判断了 美联储也在求稳 他不想这个 大 大动 不想这个 大折腾 基本上 稳住 而美元的指数呢 也略有降低 当然刚才 戴维讲 因为加币 不跟着加息了 所以他 适当的贬值 是很正常的 这个 而国际上 大宗商品 都是用美元 来计价的 用美元计价 相对来讲呢 用 用 折成 用汇率 折成 加币 加币 需要付出的 就要多一些 这 它是这么一个 比例关系 大宗商品呢 现在 主要 焦点 还是集中在 石油 能源 这一次呢 这个石油 很有意思 石油 按照这个 整个的 近期的 这个 价格情况 远 远期合约 价格情况 应该是 有一轮做空的 因为 减产了 这个 产油国 想把油价 提高 你这把油价 提高了 你这不是 给美国 这个 CPI指数 添堵吗 因为美国的 CPI指数 采样 在能源 这一块 它已经 降低了 权重了 这个 很多种类 都降低了 所以才 把 CPI指数 换算成 现在这么一个 可接受状态 差不多 6%吧 按照 实际情况 远远不止 6% 正常情况 它都8% 你调整几个数据 就能控制在 6% 这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能体现出 这个管理层的 一个 一个决心 就是求稳了 这个 因为 虽然失业率 这个 在统计上 在降低 大家可以看看 各个公司 实际的报告 实际 表现出来的 失业率一点 都没降低 反而提高了 即使是提高了 它统计数字上 也是比较降好 这就说明什么呢 趋缓 就这种 为了达到 这一轮 回笼美元货币 加速加息 这动能不足了 如果还保持 这样的动能的话 周边 整个的 国际收支 要受影响 受影响之后 美国自身 遭受到的损失 也不会 不会很小 未来 关注的 这个热点 刚才 戴瑞说了 就是影子银行 因为影子银行 现在这个 整个加息之后 还没有真正触碰到 因为它的这个 效应是比较长边的 比较比较 比较缓 因为影子银行 它在里边 对于偿还 这个短期借贷 它都一般都是短期长 它是比银行要灵活 这个灵活度呢 就是因为它不是零售银行 它里头包含着基金 投行 投资公司 等等等等 它不像银行 银行是刚性兑付 影子银行是弱刚性兑付 这一点呢 会延长它的这个 就是反应期 但是也会遭受到 这个危机 原因就是 根本的原因 就是杠杆率降低之后 我这一个时期 老用这个比喻 你原来是100倍的杠杆 借到钱 现在呢 你在掉期的时候 只变成了20倍了 那80倍 那个空额你怎么办 你只能 硬着头皮 把有些资产 建卖 来完成这种掉期 完成这个 这个账务的平衡 财务的平衡 大家也看到了 硅谷银行 就是因为 把账面 这个亏损 这个给变成了实际亏损 所以这个金融机构啊 它账面亏损 是经常有 但是不能 不能 做那种刚性兑付 刚性兑付 就是把这个 账面亏损 给变成实亏了 所以接下来 这个影子银行 其他非银行 金融机构 看看他们这个 在管理资产的过程中 怎么来度过 这个到未来 减息这一段时间的难关 所以在这一块呢 这个就是 总体来讲 在银行 零售银行 这一个层面 甭管大大小小 这个零售银行 基本上能够平稳 能够平稳 就不至于引起 更大的社会上的 这个经济层面的动荡 这样的话呢 也会 因为咱们这 经常评价股票 二级市场 也会给二级市场 带来这个一些 比较好的这个趋势 因为他资金 这个相对来讲宽松了 大家记住 任何一个大机构 他钱不会在账面上 闲趴着的 他只要有流动性 他自觉不自觉 就往股市里头 三五天 他都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周期 他做这周期 人家也不会要太高的利润 涨个23% 人家造造式 把这个本金 获利 本金出来 获利落代为安 人家目标达到了 你这个一年200多个交易日 你其中有100个交易日 你每一天在总资本金上 甭说得到1% 你得到0.5% 这种负利增长 那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而这种操作只有大机构 个人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你能进出不了 能进不能出 那不就给套里了吗 所以在这种动荡的这个时期 大家还不要掉以轻心 别看某一只股票 稍微一涨就赶紧追进去 你追进去了 人家该出货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保持清醒 股市动荡 不会有大起色 因为根本原因没有解决 资金成本过高 这个杠杆率降低 流动性减少 没有真正大量的资金 涌入股市 这个根本的道理 不会改变的 原理不改 你就不可能出现 这个完成筑底 开始向好转 这恐怕还得几个月 最关键是 要看七八月份 这个美联储的这个 就是财政部 增加国债的这个幅度 增加国债 大家也都几轮谈到了 耶伦是最积极的 这个已经辩论过好几次了 美国两党也是针锋相对 增加一万亿都难 你这想弄到五十一万亿 几乎不可能 实际这都是表演 到时候他就增上了 这点毋庸置疑 真正把数字公布之后 同时又不加息了 这时候就应该是趋缓了 整个这一轮就该结束了 这是初步判断吧 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咱们讲这个一级市场 这一级市场有很多种了 真正的一级市场实际是债券式的 债券市场 当然也不是个人能够介入的 我们不可能储备一大堆债券 来这个和市场做交易 一般都是大机构 这咱们前两期也提到了 更多的关注一级市场呢 还更多的是在这个 就是证券市场里 证券市场里选择 层数的公司 他们的定向增发 这是层数的公司定向增发 需要扩张 他定向增发 有两种 一种增发股票 董事会决议了 向证监会申请了 再增发股票 这个呢 一般他不零售 他都批发给这些 这个大的基金投行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可转债 有好的公司 他用可转债的形式 你可以锁定这个成本 这个将来真是 发展起来的话 他的这个 债转成股 应该有一笔比较高的利润 即便没有利润 没有涨起来 你这可转债 你能拿利息 现在按照美国和加拿大 企业发行的可转债 年息都是在10%左右 这是一级市场 这个你可以找 比较熟悉的投行 券商 跟他们这个多咨询 他们愿意 非常愿意回答 所有机构都都都都在积极推销他们的产品 另外的就是这个 能够申请IPO的公司 能够申请IPO的公司 得到证监会批准之后 他们要做路演 要说明他们的这个基本情况 这里边呢 就是杀里淘金了 说实在这个100个IPO 里边能有一个独角兽 你能赶上了 那就是一生的幸福 在这方面呢 更有针对性的 这个对于这个一级市场 有针对性的 David原来也有计划 要做一些专门的这个讲座呀 专门做一些活动 这个有针对性的 这就有一个标准了 他确实是拿到了 证监会的批准文件 他要展示出来 得到证监会的 甭管美国的加拿大的 得到了批准了 然后怎么弄 你可以看到他的文件 这样就可以有选择了 有选择这个 有目标的 来适当的这个做一些投资 理论上来讲 一级市场是 真正能够获得高利润的 一个市场 因为他有门槛啊 他算是一个长周期啊 这个长周期可能跨越 你二级市场来回动荡的 这个波动 所以这一点呢 逐渐逐渐 这个判呆呗 怎么怎么安排吧 总体 总体上来讲 未来几个月 还是属于动荡期 大家还是那句话 投资谨慎 看好钱包 这个时机来了 别没有弹药了 就是给大家一个忠告吧 我今天就先说到这么说这么多 因为没什么大事件不好评论 预估呢 未来也挺稳定 不会再有什么 这个像日信呢 什么什么 规古银行 这样的事件了 不会有了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那个等一下有一位朋友 就是这个名字是华为 20 等一下 那个我在这个 这位朋友发言之前 我现在已经给你打开话筒了 我想问王老师 今天我看到一个一则消息 我不知道跟未来的市场走向 有没有多大的关系 就是我看到的是这个 应该香港的一家 这个是应该是 我和他们突然一下想写名字 香港的花旗 花旗好像最近说是要分家的这么一个消息 不知道您看到了吗 这还没注意 没还留意啊 那这个消息等到真正暴雷了之后 咱们再继续的谈这个话题吧 那现在这位朋友 那个你可以 你要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提问了 这位华为妹 因为你听到 有打开话筒了吧 在这位朋友讲话之前啊 就是说如果大家关注 一级市场投资 以及债线市场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话题 我们这个群呢 已经建立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随着这个有些项目的成熟度啊 我们会逐渐的跟大家 把一些可以透露的消息 给大家进行一些透露 以及呢将来如果有可能 我们会针对一些 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资人啊 我们可以搞一些线下的或线上的一些这个 个人的一些咨询的活动 到时候我也会在这个群里跟大家做一个公告 现在还有一位朋友在那个聊天室上问一个问题啊 最近不是炒博跟大通说黄金 会爆了一个梗吗 这个好像这位朋友是不是进来的晚了一点啊 王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 这个黄金价格呢 在本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下跌啊 所以来讲这个风险也可能来讲 不再是一个风险 因为他毕竟来讲 他这个做空黄金呢 只要他价格不是说 突然再涨到历史新高啊等等啊 他们就不会知道什么 对于博跟大通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 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啊 叫奎尼利啊 问了就请问王老师对去美言话如何看待啊 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个老调重谈了 这个王老师你能简单说几句吗 上次不止一次的说了 这个别太相信这些新闻 比较热闹 吵得比较热闹 但是别相信 因为什么呢 美元它形成这种这个目前的这种规模 我记得上次是前两周吧 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别让它干扰了 你该挣美元还要挣 去不了多少 现在美元的储备量还在86% 这个现在与欧元都已经拉开了 结算量并没有减少 你像俄罗斯用卢布结算 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从比例上来讲微不足道 因为中国是石油的大买家 现在中国买石油 它依然用美元结算 只不过和俄罗斯之间 这个买点便宜油 用人民币结算一些 这都从比例上微不足道 还有像澳洲铁矿石 一些铝繁土用人民币结算 这也是单向贸易 单向贸易不是这个大宗商品 真正大宗商品是定价 定价权的工具 咱们讲了这个黄金石油 这是主要交易的这个产品 他们这个做空也好 做多也好 都是以美元为计算单位 所以这一点 你看一个货币 它总的这个使用量 全球各国总的使用量 这个还有就是相对来讲 你持有什么样的货币 你感觉不会亏的太多 所以这一轮美元加息 这个最坚挺的就是美元 除美元以外 所有货币对于美元都贬值 你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因为新闻呢 它就是凑热闹 什么话题热 它来什么话题 这个你从根本的原理上 这个理解之后 就不用焦虑了 不用担心 这个如果要是真正 几十年之内 能把美元给弄成 次一级的货币 像当年英镑 美元四四年建立 整个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后 英镑处于一个次级货币 达到这种程度 咱们几次都说了 少则五六十年之后 能换出来 当然网上说了很多 这个现象 说人币是商品货币 这个加币啊 这个阿拉伯货币 都是原材料货币 能源货币 这定位很好啊 你就这些这个次级的货币 它就是能完成这些功能啊 你真正货币本身的价值 还是和黄金挂钩啊 美元还是衡量黄金的尺度 你虽然黄金对于美元的 这个这个价格稳定上升 但是它上升是有规律的 上升也是可控的 比如说十年前做空 每银每银做空黄金 是打压黄金价格 这一次大通 就是这个摩根大通 这个三万亿的空单在底下摆着 这本身就是一个威慑 你谁敢做多 做多 我这空单已经这么多了 你再做多 再往高拉五十美元 这个我这就可以借来一千吨黄金 一天之内抛空 你谁能接得住 没人能接得住 上次美银每银是借了四百吨黄金 这个 当然他用了一些技巧 弄得人的交易员都下班了 有钱都没法借了 这当然这是一种偷袭了 这一次同样道理 上次2013年3月15号发动了 这个一直到四月份 打的多舱全部爆舱 每银大获全胜 做空大获全胜 十年之后 这个摩根大通 已经埋伏在那块了 如果要是这一轮 美元对黄金的价格 能涨到 两千一百美元以上 就危险了 如果涨到 真是涨到这个高度之后 我相信 他敢用一千吨黄金 来抛空 因为没人能接得起 一千吨黄金 你得用多少的现金 来建仓 你接不住 就被价格就被往下打 打到一定程度 所有的做多看好黄金的 全部百分之百赔钱 人家空仓在底下接着呢 把一千吨黄金 在低价位 人家仓位是三万多亿美元 超过黄金的这个 保证金的数额了 人家接回来 之间的差额都是 摩根大通的利润 大家一定要把原理给理解清楚了 这就是大宗商品的这个定价权 什么叫定价权呢 你有这个权力定价 你才能参与定价权 你撒瓜俩枣 你还想做空做多 搅不动风雨 一点浪花都搅不起来 这东西 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 踏踏实实的 还是管理好自己的资产 我先解释这么多吧 说的太漏股了 说的太白了 现在聊天室里的 还有两位朋友 安丽谭跟另外一位 安丽谭留了两次言 就是关于现在美元 没有黄金背书 你想印多少印多少 等等这些吧 就属于这种 包括美债的上升到50万亿 100万亿 这个是它不合理 如果首先来讲 这个形式的转变 不是那么快的 但还有一个呢 如果大家比较关注 这方面的历史 我一再推荐过一个视频 就是我这个油管频道里 有一篇这个视频 是Ray大利奥写的 这个世界秩序的改变 如果你想看一下 上次美元是怎么代替英镑的 你了解一下那个过程的话 可能对你会有所启发 最后来讲 有一位朋友 这个DF问了一个 智力将锂矿国有化 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另外一个呢 我在今天呢 也看到了一则消息 就是特斯拉准备要在安省 要建一个电池工厂 王老师 因为最近上次也提到 关于一个锂矿的一些话题 王老师能不能就这两个消息 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好 上次我说这个锂矿 现在锂矿依然是在能源金属里 为拔头筹的 因为储量有限 这个不准备要搞李佩克吗 想欧佩克 因为它是白色能源 从深层来讲 这个环保组织 竭尽全力推锂电 当然有它的优点 因为电能呢 可以不用化石能源 用太阳能 风能 这个等等很多 很多这个不产生二氧化碳的 而且转换效率高 这个未来的这个大型车辆 汽车 锂电用电来驱动 能走多远呢 那就得看人类的技术发展了 现在这个电动车也不光是依靠锂 还有钠子 还有这个很多种 但是从性能来讲 锂电还是最好的 储能率 这个这个转换率 成本 这个你看 现在就大家能看到一个现象 去年的11月2号 加拿大公布 中国主权资金不能这个介入 加拿大的持有锂矿的上市公司 11月2号公布之后 天亮了就是中国的3号 11月3号 硬升大涨 从50万一吨 这个碳酸锂 一下涨到 一瞬间涨到60万 60万人民币一吨 这个而当年的年初呢 不到一万美元一吨 你说一年的时间 涨了涨了多少倍 将近十倍 然后这 这也是一种博弈 价格的博弈 资源占有量的博弈 大家光关注你了 实际上还有几种金属 也属于这个新能源金属 就原来我也讲过 像这个铜 镍 骨 这些 都属于新能源金属 做那个电池 是离不开的金属 铃只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成分 从长期看 铃是缺乏的 现在盐湖铃 这个 总体来讲 成本太高 杂质含量高 你这里边有一点杂质 你想把这一个 含有杂质的这个矿 提纯 那个成本比你用高价 买这个好一点的产品 那高不知道多少 就是吸土一样 吸土要达到四个酒 五个酒 最高的要求九个酒的 你每增加一个酒的这个味 你所提炼 用的技术 和消耗的能源 费的工艺 那倒是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这方面呢 从总的 人类总的趋势上来看 这个 用新技术代替 这个高能耗 污染环境的这个技术 是必然趋势 可以关注这方面 上次我在视频里 简单介绍了一个 我们介入的 事情发展的是超出人的想象 就刚刚消息公布出去 这个大基金 就是国境这些 你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这个 那口气之大 动作之快 这个规模之大 超出想象 所以从这一点看呢 争夺依然强烈 依然激烈 这个南美 把礼做成这个 国家战略物资 这很正常 那个石油 何尝不是沙特的战略物资 你看俄罗斯 他不就有拥有大量的石油 这个俄乌战争 打得这个是不紧不慢的 这都是掌握了战略资源 凡能够涉及到 达到战略资源这一步 不管它是什么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价值之所在 都与黄金有同样的作用 黄金是干什么呢 黄金是货币的一种尺度 这个论点咱们反复强调过 虽然现在不是把黄金 直接和每一美元来直接挂钩 但是它能称量全世界的财富 所以大家能理解到这一点 对不起 这个战略物资是永远只涨不跌 就相当于俄乌战争之前 川普时代 逼着中国买了2000多亿美元的天然气 那时候买 当时感觉挺贵 中国还有点什么 这个买吧 合约劝了 劝了之后 到了22年 俄乌战争一开 直接中国用这个合约 装上那个LNG的船 运到欧洲 价格翻一倍 当然美国也照样做 除了旅行和中国的这个销售合约以外 它也装上LNG船 运到法国 运到德国 照涨 它涨的更多 涨四倍 所以这都是新闻报道 真实情况 所以说 从这一点看出 这些没有这个最高 只有更高 未来的这个大宗商品 重要的战略物资 你看现在贵了 现在价钱高了 将来高起来的这个程度 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稳稳的占有大宗 这个战略物资 这是制胜法宝 谢谢 好了 谢谢王老师这个分享 我个人还有一个小问题 王老师可以简单的 就是你就不用 就是详细的来解答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判断 就是刚才我一直跟你讲的 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 我做了一单期权 就是美国的一家稀土公司 但是这稀土 大家也知道 是一个中国比较富有的 一个矿展资源 这个里头 是不是有一些政治因素 使得它和传统的 像这个锂矿 这些猛矿等等 它有了一些不同的属性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王老师 你只是点头 或者摇头就好了 我的一个人判断 借着它下周的 应该是月底 还是下个月初 它会进行财报 我是希望它砸 这次砸得越低越好 但是呢 我会这么说吧 我会非常的关注 并且呢 会在比较低价的时候 我会大胆买入的 这个股票呢 因为我已经赚了 在过去的两周 有短期间已经赚了 百分之二十八十五了 那这次我准备再捞一笔 因为它已经打 已经打到了上次 我买入点都跌破了 而且呢 已经跌破了一年的最低点 我是希望啊 它有这个 由于政治因素 或者说由于这一次的 这个财报的不利因素 会把它砸得更低 而我会比较积极的去 分两批 我会可能 我两批到三批 会来买入 王老师 您就 您就是简单的点评一下 它的政治属性 这毋庸置疑 它在某种程度上 比理还重要 因为它确实稀少 更 难的就是提纯 刚才咱们讲了 提纯技术 提纯技术绝对掌握在 少数公司手里 你要能买着一个 比如现在用量最大的 这个蓝系的稀土 的这个 几个品种 因为每个公司 它都是组合式的 不是单独生产一种的 你看雷达 什么等等 各方面用的都很广大 这个电动工具 用的最多的 就是女 系统女 这个它就做 这个永久磁铁 高磁通 所以这一点呢 它要真是 从基本面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真砸低了 你逢低吸那是没错了 这个 稀土 实际上 并不稀少 只不过就是 技术门槛太高 美国进口的 中国的很多 稀土 是从美国出口 到中国 加工之后 美国再买回来 有点像加拿大 出产的石油 卖给美国 美国炼成油 加拿大再花高价 买回来 有点类似这个 这没办法 就和芯片一样 它门槛就在呢 你从这几个角度 关注 为主的 这么一家公司 目前它存在的问题 是由于一家公司 对它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升值 做出了一个 downgrade 但是以这个downgrade的 这个 它的最低限额来讲 在未来的一年 也是高于 它现在的股价 不少了 30%以上 所以来讲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DF已经替我回答了 NP 但是我在这里 我是从来不给大家 推荐股票投资的 但是来讲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可以在这个 安心投资的 这个微信群里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我最近比较关注的 就是三种类型的股票 一种是类似像PNG 这样的一种 就是抗风险的股票 再一个 类似像资源类的 像NP 还有这个天然气 我也已经准备 小小的建仓了 天然气 我不是打算进行短炒 我甚至来讲 我打算扛到今天冬天 才有可能才会涨起来 再一类呢 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 一张图标里头的 那个风险指数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 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 微信群里可以进行探讨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操作 如此而已 没有任何的投资推荐 好 再次感谢王老师 给我们的这个分享 也祝大家呢 这个在过去的一周 至少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吓 大家过一个好的这个周末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下周呢 心情平静的时候 去进行一些操作 有的有的朋友 如果仓位比较重的 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了 我本周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 标普500到达 4200点或4100点的时候 它的政府可能会加剧 好 大家要注意啊 好 再次感谢王老师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